上门龙旭 叶公子 第2431张大胆说出来 听到叶晨指示 陈泽凯立刻说道 好的少爷 我现在就去安排 说完便连忙转身离开 一藤雄艳此时倒是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叶先生 您不用这么客气 庆生就不必了吧 有什么事情 您尽管直接吩咐 一旁的一藤蔡蔡子猜不出叶晨让他们来纽约的真实目的 于是便也非常诚恳地说道 叶晨君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是需要一藤家族代劳的 请你一定不要跟我们客气 无论任何要求 伊藤家族都一定会全力以赴 叶晨笑道 如果真要说 我有什么需要伊藤家族代劳的 其实也不是没有 说着 叶晨微微一顿 又道 我最近偶然得到一种对残疾人有些帮助的药物 所以才想请伊藤先生和田中先生一会儿帮我试试药 伊藤雄艳做梦也没想到 叶晨大老远把他叫到美国来 竟然是要让他试药 如果是寻常人听到需要自己试药 恐怕心里一定会有些打鼓 不过 伊藤雄艳对叶晨倒是一万个放心 毕竟他和田中好一截之之后 身体状态能够迅速恢复 也多亏了叶晨的灵丹妙药 于是 他便不假思索地说道 叶先生 您直接把药给我吧 我现在就吃 田中好一也同样毫不犹豫地说道 叶先生 在下也愿意 叶晨笑道 你们二位难道不先问一问 这药都有什么功效吗 伊藤雄艳脱口道 不管您有什么药物需要我是 我伊藤雄艳都绝不会有半分犹豫 田中好一也跟着表态 叶先生 在下与大人一样 叶晨点了点头 笑道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进去再说 我这药物比较奇特 不能直接就张嘴吃了 需要整个人先泡进浴缸里 然后再服药 伊藤雄艳立刻说道 别说泡在浴缸里吃 就算让我倒立着吃 我也没有任何意见 叶晨笑道 行 房间已经给两位准备好了 随我来吧 伊藤蔡菜子此时有些好奇地走到叶晨跟前 低声问道 叶晨君能不能问一问 你让父亲大人吃的是什么药啊 有哪方面的功效 叶晨故作神秘地说道 天机不可泄露 具体有哪方面的功效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伊藤蔡菜子轻轻点了点头 没有继续追问 以他对叶晨的了解 他相信叶晨肯定不会让自己的父亲冒险 如果只是单纯地为了试验一款药物的好坏 他也根本不需要大费周章地让父亲从日本赶过来 很快 伊藤家族的众人便在叶晨的带领下 来到了早已准备好的一个豪华套房 这个套房虽然没有总统套房那么大 但也有三间卧室和四个卫生间 这其中两个卫生间的浴缸里 已经放入了绿色的美容泥浆 叶晨把伊藤家的人带进房间之后 便先让几人在沙发上坐下 随后说道 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两个浴缸 稍后让洪武和管家一起 把伊藤先生和田中先生分别带到不同的浴室 等二位在浴缸里躺好之后 我再把药给二位 伊藤雄雁忍不住问 叶先生 有什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没有 伊藤笑道 浴缸里已经准备好了大量的美容泥浆 二位躺进去就只管闭目养神 剩下的都不用操心了 好 伊藤雄雁重重点了点头 说道 既然如此就不耽误叶先生时间了 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吧 伊藤点了点头 笑道 对了伊藤先生 既然今天是你的生日 那不妨许个生日愿望吧 这个 伊藤雄雁尴尴尬地说道 来时在飞机上 蔡蔡子已经让我许过愿了 叶晨笑着问道 问一下伊藤先生许的是什么愿望吗 伊藤雄雁自嘲一笑 说道 说实话 我当时没有许愿 只是随意地走了个过场 一旁的伊藤蔡蔡子听到这话 顿时有些生气地说道 欧多桑 您怎么能连自己都糊弄呢 我有吗 伊藤雄雁善笑道 许愿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走个过场啊 我想许愿世界和平 那也得问问美国人同不同意吧 他们一天到晚到处打仗 我就算许愿也不可能实现啊 伊藤蔡蔡子哭笑不得地说道 欧多桑 您这不是抢词夺理吗 谁会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 许这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啊 您就不能许一个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愿望吗 比如身体健康 幸福长寿诸如此类的 伊藤雄雁看了看蔡蔡子 又看了看叶晨 忍不住感叹道 我想许愿你 明天就能出嫁 可那也要问问叶先生同不同意吧 伊藤雄雁一句话 把蔡蔡子和叶晨都说得措手不及 尤其蔡蔡子 又羞又骚地站起身来 气得直跺脚 欧多桑 你 你 你 伊藤雄雁见他急的话都说不出来 便故意问道 我怎么了 不是你让我许愿的吗 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我当然希望你早点嫁人成家了 伊藤蔡蔡子气鼓鼓地说道 你可以许愿希望我早些出嫁 可你为什么要提叶晨君呢 伊藤雄雁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指着叶晨反问他 怎么 难道你不想嫁给叶先生吗 伊藤蔡蔡子急了 不假思索地脱口道 我当然想 说着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连忙又道 不是 欧多桑只是希望我早点嫁人 那就直接许愿我早点嫁人就好了 至于嫁给谁 这就不是你需要操心的事了 伊藤雄雁摊开手道 如果许愿的基本逻辑是把自己想要的告诉上帝 那一定要跟上帝说清楚 我到底想要什么 我希望你嫁人 但不是希望你随便嫁给谁 是希望你能嫁给一个你爱的人 而且也是我欣赏的人 所以我得跟上帝说清楚 希望你能嫁给叶先生 否则万一上帝他老人家模糊不清 胡乱塞一个其他人过来 那我不是害了你吗 伊藤蔡蔡子尴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只好无奈地说道 欧多桑 求你到此为止吧 不要再说了 伊藤雄雁转而看向叶晨 无奈道 叶先生 您看他这是不是自相矛盾 叶晨虽是也有几分尴尬 但倒也没太受影响 他看着伊藤雄雁 非常认真的问道 伊藤先生 如果让你许一个只跟你自己有关的愿望 那你会许什么呢 伊藤雄雁哼哼一笑 随口道 如果只跟我自己有关 那我肯定希望我这两条腿 说到这 伊藤雄雁苦笑一声 白手道 算了 这根本不可能实现 我还是不难为上帝了 伊藤胆然一笑 开口道 说出来 啊 伊藤雄雁不解地问道 说出来什么 伊藤雄雁道 把你的愿望说出来 伊藤雄雁道 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说出来也没意义吧 伊藤雄雁 有了几分严肃 缓缓道 不要管能不能实现 先大胆说出来 如果说都不敢说的话 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432章 或许就要成真了 叶辰的话 让伊藤雄雁也觉得 自己老这么 默默唧唧的 有些不够爽快 于是便不假思索地说道 如果真让我许一个 跟我自己有关的愿望 那必定是希望 我的两条腿 能重新回来 只可惜 行了 叶辰伸手 打断了他的话 笑道 许愿的逻辑是 想要什么 你尽管说 至于能不能实现 那就不是 你要操心的问题了 伊藤雄雁微微一睁 自嘲地笑了笑 随即点了点头 叶先生说得对 能不能实现 就看上帝了 叶辰摆摆手 但然道 这种事 上帝也未必好事 这 伊藤雄雁哭 笑不得 心想 是你让我许愿 让我不用操心 能不能实现 然后又说 上帝也不好事 这不是两头赌吗 不过他可不敢 跟叶辰吐槽 所以只能 兴随心地笑了笑 不知如何回应 这时候 陈泽凯走了过来 对叶辰说道 少爷 餐饮部那边 已经安排好了 蛋糕已经让纽约 最好的烘焙店 夹击做了 一小时之内 就能送过来 好 叶辰满意地 点了点头 对伊藤雄雁和田中 好姨说道 行了 二位可以进去 准备试药了 两人相视一眼 一口同声地 向叶辰微微鞠躬 随即 叶辰让红武 和伊藤家族的管家 分别将两人搀扶 进了不同的浴室 红武早就知道流程 所以带着田中浩一 轻车熟路地进去准备 伊藤家族的管家 此时还是一头雾水 所以叶辰便跟着 他和伊藤雄雁一起 进了另一间浴室 进去之后 叶辰指着浴缸 对伊藤家族的管家 说道 稍后你帮伊藤先生 脱掉衣服躺进去 只露出脖子椅上 管家连连点头 好的叶先生 叶辰又指着衣架上 准备好的短裤短袖 开口道 这是准备的衣服 一会儿完事了 伊藤先生 就换上这身衣服出去 伊藤雄雁瞟了一眼 发现准备好的衣服 竟然是一身短袖短裤的运动装 表情一时间有些错愕 同时又有些郁闷 自从双腿截肢 伊藤雄雁就没穿过短裤 他平时无论在家还是出门 只要身边还有其他人 就一定要穿长裤 如果佩戴甲肢 就将甲肢穿进裤子 如果不想佩戴甲肢 就将肢体形状的填充物 放入裤腿中 这样一来 坐在轮椅上 乍一看给人的感觉 依旧四肢健全 不过 既然是叶辰的安排 伊藤雄雁也不好多说什么 于是便对叶辰说道 谢谢叶先生了 叶辰想起什么 随口说道 对了伊藤先生 这里距离曼哈顿的 中央公园很近 吃饭前我们可以去那里 散散步 散步 伊藤雄雁尴尬一笑 有些为难地说道 叶先生 要不然散步还是算了吧 我这种情况 确实不适合 去那种公众场合 叶辰微微一笑 说道 那就等会儿再说吧 伊藤先生 先进去谈好 一会儿我来给你送药 伊藤雄雁 恭敬地点了点头 带叶辰走后 便在管家的帮助下 脱掉身上的衣服 泡进了浴缸之中 五分钟后 叶辰再次走了进来 此时的伊藤雄雁 已经躺在了浴缸里 脖子以下 全都埋进了美容泥浆中 叶辰看着伊藤雄雁 淡淡道 伊藤先生 你可能会先昏睡上 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醒来之后 切记一定要把身体冲洗干净 然后再换上 给你准备好的衣服 伊藤雄雁被叶辰这一套 神秘兮兮的操作 搞得一头雾水 他实在想不明白 叶辰让自己泡在泥浆里 到底有什么用意 这时 叶辰拿出一颗重塑丹 递到管家的手上 说道 把这颗药为伊藤先生服下吧 好的 叶先生 管家毕恭毕敬地点了点头 小心翼翼地将叶辰递过去的那颗丹药 拿在手上 随后将其放入了伊藤雄雁的口中 伊藤雄雁刚把药服下 便感觉大脑一阵昏昏沉沉 如手术前的拳马一般 几乎瞬间就失去了意识 之所以会失去意识 也完全是重塑丹的药性使然 据九旋天经里的记载 重塑丹在让肉体重塑的时候 会给服用者带来极大的疼痛刺激 别看是重塑躯体 其疼痛甚至比现代医学 手术将人的身体切开来的 还要更加剧烈 所以 重塑丹的药性 其实是先让人失去意识 然后再发挥它真正的重塑药性 其原理与现代医学中 手术前先麻醉的逻辑一样 伊藤雄艳昏迷之后 整个人已经完全没了意识 但叶辰却能够感觉到 他体内那蓬勃的灵气 正向着他的下半身巨拢 很快 叶辰便能感觉 伊藤雄艳大腿根部 似乎有了两股 充满了灵气的萌芽 看来重塑丹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于是 叶辰便对管家说道 辛苦你在这守着伊藤先生 在他没醒过来之前 不要去触碰他 管家十分恭敬地说道 叶先生放心 叶辰点点头 转身离开浴室 来到了隔壁 另一个卫生间 此时 田中昊一再洪武的帮助下 也已经泡进了浴缸之中 叶辰向他交代一番之后 让洪武也为他扶下一颗重塑丹 随后便留下洪武在旁守着 自己则回到了豪华套房的客厅 而与此同时 伊藤蔡蔡子正坐在沙发上 焦急等待 而苏若黎正站在他的身边 心中难掩激动的暗存 叶先生的丹药 能让身受重伤的李亚林 起死回生 如今他又让妈妈和伊藤家族的人 赶来纽约 巧合的是 妈妈和伊藤家族的两人 都是肢体残缺 难道叶先生准备 用同样的丹药来治疗他们 刚才叶先生一直在引导伊藤雄艳 让他亲口说出 希望双腿能够恢复如初的愿望 莫非 莫非叶先生的丹药 能让他们断之重生不成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妈妈岂不是 岂不是就能变成正常人了 苏若黎的妈妈和英秀 在怀他之前 就已经失去了一条手臂 也正是他为了救苏首道 失去了那条手臂 苏首道才会因为感动 被判婚姻与他有了露水之情 而也正是那一次的露水之情 才有了苏若黎的降生 小时候 苏若黎经常会因为母亲缺了一条手臂而心疼 而令他感到不解的是 每当年幼的他 抚摸着妈妈断臂的伤口 哭着求上天保佑 让妈妈断掉的手臂重新长回来的时候 妈妈总是一脸满足地告诉他 自己用失去的那条手臂 向上天换回了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 所以自己一点都不后悔 年幼的苏若黎不明白 他不知道妈妈究竟用那条手臂 换回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但长大后 当他知道其中缘由 他才意识到 妈妈是用那条手臂换回了自己 妈妈失去的那条手臂 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 若不是妈妈当初失去了那条手臂 自己就根本不可能来到这个世上 可即便妈妈对此丝毫不后悔 但苏若黎心中却一直非常心疼妈妈 这二十多年来的遭遇 即便妈妈是武道人士 可他没了一条手臂 依旧是一个生活不变 饱受其事的残疾人 苏若黎做梦都希望 能够让妈妈重新恢复正常 哪怕让自己失去一条手臂都在所不惜 但他心里也很清楚 这种希望也不过只是痴心妄想 可是此时此刻 他忽然意识到 自己的痴心妄想 或许就要成真了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433章 巴嘎 一藤蔡蔡子 并不像苏若黎知道的那么多 他没见过 李亚林身上发生的奇迹 所以他眼下也还没想明白 叶晨让自己 带着爸爸和田中浩一赶到纽约来 究竟是为了什么 此时见叶晨出来 一藤蔡蔡子 连忙问道 叶晨君 欧多桑和田 中桑怎么样了 叶晨微微一笑 说道 他们两个人 刚服下药 现在都睡着了 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就能苏醒 一藤蔡蔡子 点了点头 小心翼翼地问 叶晨君 能不能冒昧地问一下 你给他们两个人吃的药 究竟是治疗什么的 叶晨笑道 他们俩最多二十分钟 就能出来了 具体治疗什么 你不妨等会他们出来之后 自己看 好吧 见叶晨不愿透露 一藤蔡蔡子 只好轻轻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叶晨君 医术高超 上次我身受重伤 还有欧多桑术后 身体极度虚弱 都是叶晨君治好的 相信这次 一定也能让 欧多桑和田 中桑受益匪浅 一旁 一藤蔡蔡子的 姑姑一藤惠美 忍不住感叹 希望欧尼将以后 能够打起精神来 每天都是一副 死气沉沉的样子 确实让人很无奈啊 他今天才不过五十岁 却比欧多桑 当年七十岁的时候 还要显得老气 一藤蔡蔡子回想起 自己爷爷在世时的样子 忍不住赞同地说道 欧极将活着的时候 确实很乐观呢 比现在的欧多桑 确实强了许多 说着 一藤蔡蔡子 连忙又对姑姑说道 不过您千万别 当着欧多桑的面说这些 他这个人 实在是太要面子了 一藤惠美点头说道 那是当然 就他现在 那个臭脾气 我可不敢招惹他 此时 浴缸里昏迷的两人 完全感觉不到自己双腿的身体组织 正从节肢的伤口处开始 以堪比三滴打印的速度 快速进行着修复 只不过 这种断肢 重生的能量 完全来自于重塑 丹内的药效 以及灵气 几乎与一藤雄艳自身 没有任何关系 一藤家的管家 很快发现一个怪异的小细节 他发现一藤雄艳虽然躺在浴缸里 一动不动 但浴缸里那些美容泥浆的液味 似乎在缓慢增长 他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仔细盯着水平面 看了许久 确认了浴缸中的液味 确实在不断上升 这让他一下子有些紧张 因为他完全想不明白 人在一动不动的情况下 泥浆的液味 怎么可能不断上涨 这一瞬间 他很想凑近些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可是一想到 叶辰的交代 吃一片刻 又放弃了这个念头 只是他不知道 液味之所以会上涨 是因为一藤雄艳的双腿 正在不断完善 泥浆内的双腿不断扩张 才使得液味不断上涨 反观另一边 洪武就没有那么惊讶 他也猜出 叶辰大概率 是要帮他和一藤雄艳断肢再生 所以当他看到 浴缸内的叶味 在不断上涨之后 他便立刻笃定了自己的猜想 对叶辰 洪武其实早就 见怪不怪了 别说他自己 就曾经在阎望殿门口 被叶辰拉回去过 光是亲眼 看叶辰召唤天雷 他就看到了不止一次 最震撼的是当初在长白山 叶辰一人对战八大天王 那一声雷来 深夜那一道闪电 让整个长白山脚下 亮如白昼 在那一刻 他就知道 叶辰无论做出 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那都是理所当然 所以 见怪不怪的他 悠哉地点燃了一根烟 一边看着 昏迷不醒的田中好夷 一边吞吐着眼圈 低声嘀咕道 嘿 你这小日本子的运气 是真的没话说啊 两条腿都他妈结眉了 现在还有机会 能重新尝回来 这可都是拜叶大师所赐 要不是菜菜子小姐的面子 这种好事儿 那他妈能伦得到你 说着 他把一口烟 涂到田中好夷的脸上 哼笑着说道 要知道 叶大师对日本友人 一向不怎么友好 小林家兄弟俩 就一直在我那羊狗场 轮番体验生活 你们伊藤家 要不是有菜菜子小姐 你们怕是也成 我羊狗场的VIP了 随即 他又不禁感叹道 不过别的不说 菜菜子小姐 跟叶大师 真是般配啊 他奶奶的 就没见过 这么般配的 他们俩以后 要是走不到一起 那可真是太遗憾了 红武衣之烟抽完 浴缸里的夜味 也差不多 停止了增长 此时 浴缸里躺着的田中好衣 仍旧没有半点 要醒过来的意思 不过 隔壁的伊藤雄艳 此时却忽然 微微抽动了几下 极其关心他的管家 一直留意着他的每个细节 见他忽然微微抽动 便连忙想要上前 一看究竟 这时 伊藤雄艳眼皮一颤 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感觉自己 好像美美的 睡了一整晚一般 睁开眼看到管家 下意识伸了个懒腰 将泥浆甩的 到处都是 管家虽然被甩了一身泥 不过 却根本顾不上在意 而是关切地问道 大人 您感觉怎么样了 伊藤雄艳 甩了甩手上的泥浆 感慨道 就是感觉 睡得很舒服 好像很久都没有一觉 睡这么长时间了 有那么一点 神清气爽的感觉 管家连忙道 大人 您才睡了 不到二十分钟 什么 伊藤雄艳 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脱口问道 我都感觉自己 睡得昏天暗地了 才刚过了 不到二十分钟吗 是啊 管家笃定地说道 在下 一直看着时间 确切地说 到现在为止 也就十八分钟多一点点 伊藤雄艳 深吐一口气 感叹道 这么短的时间 能睡得这么舒服 看来一定是 叶先生的药 发挥了奇效啊 管家小心翼翼地问道 大人 您除了神清气爽之外 还有没有 什么其他的感觉 没了 伊藤雄艳开口道 为什么这么问 管家谨慎地说道 刚才您睡着的时候 在下发现你虽然一动都没动 但是整个浴缸的业位 却在不断上涨 特别奇怪 就好像是有人通过 看不见的管道 悄悄往浴缸里 灌了许多新泥浆似的 是吗 伊藤雄艳随口道 会不会是这浴缸下面 有专门补充泥浆的装置 管家摇了摇头道 在下也不清楚 不过您没什么异常的感觉 就好 伊藤雄艳恩了一声 随口道 肯定是有类似 注水孔一样的东西 再悄悄往里面 注入泥浆吧 说着 伊藤雄艳探着双手 往里面摸了一把 这一摸不要紧 他忽然感觉 摸到了两条腿 他脸色骤然一变 下意识地破口大骂道 巴嘎 为什么把我的甲汁 也放到浴缸里进来了 他们俩难道也要泡澡吗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434章 这肯定是幻觉吧 长时间没有双腿的伊藤雄艳 其实在生理和心理上 都已经适应了自己没腿的状态 骤然间多了一双腿 他的意识 以及神经系统 甚至还都没能跟 这两条腿匹配上 所以 当伊藤雄艳把手 深进可见都为灵的泥浆里 忽然摸到两条腿 他的潜意识 立刻就断定 这一定是自己的假之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摸到假之 竟然被人放进浴缸里 第一个念头 自然是非常生气 所以才会立一声斥责 他虽不喜欢那对假之 但就这么被扔进泥浆里 让他感觉更像是 某种有些轻蔑的恶作剧 而此时的管家 却是一脸无辜 他指着浴室 换衣区的换衣凳 开口道 大人 您的假之在那里啊 伊藤雄艳转头望去 赫然发现 自己那套假之 此时正弯折着 搭在换衣凳上 他不禁疑惑 随后看着面前的泥浆 开口道 那这里面的腿 是什么东西 说着便用双手 抱住其中一条 冷声道 我看看 这到底是什么鬼 紧接着 伊藤雄艳双手 猛然用力抱着那东西 向上一翻 便感觉自己整个人 直接不可控制的 被掀倒了 浴缸内部 本就是弧形 躺着不动的时候 还是比较稳当的 可是人一旦抱着腿 在里面翻滚 那整个人 便直接失去了重心 管家原本也在好奇 伊藤雄艳的浴缸里 到底有什么东西 可下一秒 伊藤雄艳瞬间向后翻倒 上半身一滑 顿时人仰马翻 整个脑袋便进了泥浆里 伊藤雄艳眼看自己的脑袋 掉进泥浆已成定局 在脑袋没入泥浆之前 下意识地又骂了一句 啊 巴嘎 说完 脑袋便直接进了泥浆之中 随后 粘稠的泥浆表面 滚出几团气泡 而随着他脑袋 进了泥浆 浴缸另一端 一只脚和半截小腿 忽然从水里窜了出来 管家看到那只脚和半截小腿 整个人都傻了眼 可没等他反应过来 便被没入泥浆中的伊藤雄艳 吓了一跳 于是他连忙冲上前去 将伊藤雄艳 直接从泥浆里捞了出来 伊藤雄艳满脸绿泥地钻出来之后 便立刻吐出一大口绿泥 随后控制不住地 剧烈咳嗽起来 管家连忙找来毛巾 替他把脸擦干净 关切地问道 大人 您没事吧 伊藤雄艳狼狈地摇了摇头 有气无力地问他 我刚才是怎么翻过去的 管家这才想起 刚才恍惚中 看到了一只脚和半截小腿 于是他慌忙说道 大人 我看您刚才 好像抱起一只脚和半截腿 伊藤雄艳回想 刚才的诡异过程 刚才自己 真的是从这泥浆里 抱出了一条腿 而且还是触感 很真实的人腿 伊藤雄艳紧张不已 双手连忙扒着浴缸的边沿 慌不择路地将上半身 从泥浆里撑了出来 随后双腿控制不住地 在里面一阵乱灯 可直到此时 伊藤雄艳依旧不知道 自己两条腿已经长了回来 他此时潜意识里 依旧觉得自己已经没了双腿 而下意识地乱灯 完全是人在慌张时 做出的条件反射 这种条件反射 基本上不经过人的大脑 眼看身后的泥浆里 一阵扑腾 仿佛有什么巨物 要从里面钻出来 伊藤雄艳也是吓得浑身 起鸡皮疙瘩 连忙伸出一只手 对管家说道 快 把我从这个见鬼的浴缸里 拉出去 管家也是吓得干颤 赶紧用双手抱住伊藤雄艳的一条胳膊 猛然一用力 直接将他从浴缸里拽了出来 紧接着 伊藤雄艳感觉 整个人搜得一下就窜了出去 还没等他做好准备 整个人便重重地趴在地上 摔了一个狗啃屎 他刚挨了一声 便听管家发出一声 惊恐至极的尖叫 这尖叫把他也吓得不轻 他连忙问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你看见他了吗 管家盯着伊藤雄艳 两条完好的腿 哆哆嗦嗦地说道 大 大人 您的腿 您的腿长出来了 这 这实在是太荒诞了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我肯定是在做梦 肯定是在做梦 说着 他便下意识 用双手去揉自己的眼睛 口中还阵阵有词地 如念咒一般地 说这些什么 而与此同时 伊藤雄艳听到他的话 下意识地一扭头 顿时也被眼前的景象 吓得大叫起来 因为他赫然发现 自己原本已经截肢的两条腿 竟然重新长回来了 只是伊藤雄艳此时 根本顾不上高兴 整个人的世界观 完全被颠覆 他也不知道眼下 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 毕竟双腿重新长出来 这种事情 实在是太匪夷所思 虽然伊藤雄艳无时无刻不再盼着这双腿能重新长出来 可真看到自己身下连着两条腿的时候 他却被这突如其来的两条腿吓了个够呛 这就好像有至亲离世 心里渴望对方能够重新活过来 可如果对方真从棺材里坐起来了 那绝对能把这些至亲吓得魂飞魄散 此时此刻 门外的伊藤蔡蔡子听到爸爸的惊叫声 一脸紧张地说道 欧多桑是不是出事了 说完 下意识就要起身去看 叶晨这时候拦住了他 微笑道 先别着急 我去看看 伊藤蔡蔡子忙道 我也去 叶晨淡淡道 伊藤先生没穿衣服 你还是不要进去了 伊藤蔡蔡子这才无奈地点了点头 对叶晨说道 那就摆脱叶晨君了 叶晨微微一笑 起身来到伊藤雄雁所在的浴室 一推门 便见伊藤雄雁 怕赤条条地坐在地上 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双腿 整个人呆若目击状 看到叶晨进来 脑子已经转不动的伊藤雄雁 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连忙说道 叶先生 我 我是不是被您催眠了 叶晨笑道 我没给你催眠啊 不可能 伊藤雄雁一脸认真的说道 我现在看到我的两条腿腿都长出来了 这看着也太真实了 还有那些被绿泥糊着的腿毛 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 叶先生 这肯定是某种催眠下产生的幻觉吧 说着 他想起什么 连忙说道 对了 就连我的管家也都产生了同样的幻觉 会不会是这泥浆里有什么挥发出来的置换物质 导致我们两个都出现了幻觉 叶晨摇了摇头 但然道 伊藤先生 你并没有产生什么幻觉 你看到的这两条腿 是真实存在的 我刚才为你吃的 就是能让你断支再生的药 这也是我为什么大老远把你从日本叫过来的原因 所以我郑重地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你就不再是一个没有双腿的残疾人了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435章 感觉怎么样 叶晨的话 让伊藤雄艳整个人感觉五雷轰顶 他整个人在原地愣了半晌 紧张地看着叶晨 颤声问道 叶 叶先生 您确定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的腿真的长出来了吗 叶晨点了点头 随口道 伊藤先生 你好歹也是大风大浪过来的 这种时候不用这么惊讶吧 如果你还不相信这是真的 不妨站起来走两步 伊藤雄艳目瞪口呆地 看着自己那两条粗壮的腿 下意识地伸手去摸了摸 入手的触感无比真实 而且当他稍微冷静下来之后 他才意识到 不只是自己的手摸到腿的时候 手感觉到了真实的触感 甚至自己的腿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 被触摸的感觉 这一刻 伊藤雄艳整个人 已经开始控制不住地剧烈颤抖起来 他已经开始逐渐相信 眼前这一切似乎确实是真的 这种巨大的震撼 还有极致的激动 让他整个人 抖得如同一个重症帕金森患者 紧接着 他下意识地想要将双腿弯曲 双腿的动作虽然有些许声色 但确实如他想要的那样 逐渐弯曲起来 这一刻 伊藤雄艳只感觉自己的眼眶之中 不断涌出热泪 以至于视线都被泪水模糊 随后 他想起叶晨的话 擦去眼泪 双手抱着膝盖 想要扶着膝盖 缓缓站起身 原本他还以为这个动作应该会很困难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双腿只是稍稍用力 整个人便稳稳地站立了起来 虽说他还没有适应 心掌出来的这两条腿 但是不得否认的是 这两条腿自身的状态 却正处在巅峰 所以 伊藤雄艳只是眨眼间的功夫 便已经完全站了起来 伊藤雄艳其人并不算高大 他的身高 岳墨也就在一米六十八上下 不过此人从小尚武 虽然他并不是武道人士 但是多年来练习空手道与伞打 也让他的身体素质以及强壮程度 超过了大多数同龄人 而重塑丹 将他的双腿重塑 回了他的巅峰状态 那两条腿虽然有些短 但却十分粗壮 矗立原地的姿态 再加上一身绿泥 仿佛一头绿毛大猩猩 叶晨见伊藤雄艳 整个人呆立当场 心中知晓 这种事情对伊藤雄艳来说 肯定过于震撼 至少还需要稍稍地适应一下 一旁的管家 这时候稍稍回过神来 惊骇万分地问道 叶先生 大人他 他的腿真的长出来了 我这不是在做梦 叶晨淡淡问道 你做过人的腿截断了 还能重新长出来的梦吗 管家连忙摇头 认真道 没做过 叶晨笑了笑 那就是了 这种好事 可不是做梦就能梦见的 这就好像每个男人 都有过青春期 但他每一场春梦的对象 都未必会是 他最爱的那个女孩子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管家身以为然 点头如捣算地说道 是是是 我整个青春期 绞尽脑汁 都不曾在那种梦里 梦到过我心目中的 那位女神 叶晨恩了一声 随后看向 伊藤雄艳 淡淡笑道 伊藤先生 生日愿望 变成现实的感觉 怎么样 之前 还傻站着的 伊藤雄艳 听到这话 忽然扑通一声 直挺挺地跪在了 坚硬的地板砖上 他眼眶 勤满泪水 看着叶晨 哽咽道 叶先生 谢谢您的再造之恩 我伊藤雄艳 做梦都没想到 这辈子还能变成 一个正常人 您的大恩大德 在下永生难忘 说着 他张开双臂 跪在地上 硬是给叶晨 磕了三个头 叶晨眼见伊藤雄艳 跪在地上边说边哭 再搭配着 那张满是绿泥 还有些扭曲的脸 感觉已不再如刚才一般 像一只绿毛大猩猩 反而像是一只 刚从土里钻出来的 大好之了猴 再加上这老哥 眼下还光着定 视觉上 尾时有些 不堪入目 于是叶晨 也不想上前搀扶 略有几分嫌弃的 对伊藤雄艳身边的管家说道 赶紧弄一条玉金 给你们家伊藤先生披上 这么大岁数了 光着屁股跪在地上 像什么话 管家回过神来 连忙扯过一条玉金 三两步冲到跟前 用玉金将伊藤雄艳的腰部以下 裹了起来 伊藤雄艳此时 哪还顾得上丢不丢脸 早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泪眼婆娑地看着叶晨 哽叶道 叶先生 您就是在下的再生父母 从今往后 无论您让在下做什么 在下都绝无二话 哪怕您现在让在下从这里跳出去 在下也心甘情愿 能够作为一个正常人 有尊严的死去 都比坐在轮椅上 苟活一生要好得多 叶晨无奈地摇了摇头 开口道 我大老远把你叫过来 再把这么珍贵的药送给你 可不是为了亲眼看着你 从这里跳楼摔死 而是为了让蔡菜子以后能够不再为你担忧难过 所以你从现在开始也一定要振作起来 别一天到晚跟死半劫似的 更不要再让蔡菜子为你担心了 明白吗 一腾雄艳恍然大悟 脱口道 我明白了叶先生 感谢您对小女的宠爱 从今日起 我一定不再让蔡菜子为我担心分毫 叶晨点点头 道行了赶紧起来去冲个凿 把你身上的泥都冲干净 尤其是脸 仔细把脸洗干净 然后换上给你准备好的运动服出来 蔡菜子还在外面等着呢 一腾雄艳又要磕头 可刚弯下腰 身上围着的浴巾便正开了 一旁的管家连忙上前 帮他重新兜住 叶晨忍不住说道 别再给我行大礼了 我帮你也完全是看在蔡菜子的面子上才帮的 一腾雄艳哽咽着重重点头 随即想起什么 又问叶先生 在下斗胆问您一件事 叶晨恩了一声 你问吧 一腾雄艳毕恭毕敬地问道 叶先生在下想知道 田中他现在怎么样了 您是不是也给他服药了 叶晨点头道 我已经给他服过药了 不过他服药时间比你晚几分钟 估计现在差不多快醒了 一腾雄艳彻底松了一口气 耿叶道 我这条命是田中奋力救下的 若没有他 我可能早就被高桥家族的人乱枪打死了 如今他也能恢复如初 我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说吧 他看向叶晨 满含热泪地说道 谢谢您叶先生 叶晨微微一笑 但然道 大可不必为这件事谢我 我帮你 是看在蔡蔡子的面子上 帮田中 完全是欣赏他 作为忠仆 对你们伊藤家的一片忠心 上门龙絮 叶公子 第2436章 是叶晨君送给您的吗 伊藤雄艳其实很明白 叶晨心里未必真瞧得上自己 毕竟当初叶晨刚来日本 自己就与他产生过矛盾 甚至当时自己的态度还一度十分嚣张 认为这个从滑下来的年轻人 理所应当要在自己面前卑躬屈膝 而后 当他被叶晨叫做人之后 才知道这个滑下年轻人 有多么的不好惹 而叶晨之所以后来 能对自己客气有加 而且一度伸出援手 完全就是看在女儿 蔡蔡子的面子上 所以此时的伊藤雄艳 除了对叶晨的无尽感激之外 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那就是自己的命怎么这么好 他不是因为有叶晨帮助 所以才觉得自己命好 而是感叹自己命好 有一个蔡蔡子这么优秀的女儿 如果不是蔡蔡子 恐怕自己现在最好的局面 就是结了只躺在病床上 浑身插满了各种管子 靠着各种营养液苟延残喘 正是因为有了蔡蔡子 叶晨才会在自己结之后 帮助自己恢复 让自己过上了普通健康残疾人的生活 而现在叶晨更是直接用灵丹妙药 让自己断掉的两条腿 可以重新长出来 如今自己重新变成一个健全的人 这辈子也就没有什么 与自己有关的遗憾了 唯一还让他牵挂的 便是女儿蔡蔡子的终身大事 若是能亲手将女儿 托付到叶晨的手上 那自己这辈子真的就圆满了 就在伊藤雄雁脑海里 幻想着女儿将来能嫁给叶晨的时候 隔壁的田中浩一 也开始了与伊藤雄雁几乎一般无二的经历 不过好在田中浩一身边有洪武坐镇 所以在田中浩一被自己的双腿下住的时候 洪武直接把他从浴缸里拽了出来 一番解释之后便让田中浩一明白 眼前的一切不是幻觉 也不是做梦 而是现实 激动无比的田中浩一哭着说 洪先生 我要去给叶先生磕头道谢 说完便准备往门外冲 洪武一把将他拽了回来 随后一脚揣进淋浴间 骂骂咧咧的说道 妈的你暴露痞啊 光着钉就要往外跑 就你那个豆芽菜 也不嫌丢人 先去冲个澡 把衣服换了再出去 田中浩一这才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还光着身子 连忙一个劲的鞠躬道 对不起洪先生 实在对不起 是我冒失了 此时此刻 叶晨已经先一步 从伊藤雄雁所在的浴室 走了出来 伊藤蔡菜子 因为担心的缘故 此时就站在门外不远处 焦急地等候着 与他一起 在这等着的 还有他的姑姑 伊藤惠美 眼见叶晨出来 伊藤蔡菜子 下意识便便想上前 可一想到父亲 还在浴室中 于是便停住脚步 隔着几米的距离 问叶晨道 叶晨君 欧多桑他 怎么样了 挺好的 叶晨笑道 正在冲凿 一会就出来了 伊藤蔡菜子 抿了抿嘴 试探性地说道 我刚才好像 听见父亲大人哭了 不知道是不是 我听错了 叶晨微微一笑 随即走到了 他的面前 宽慰道 没事 伊藤先生 刚才就是情绪 稍微激动了些 不过他那 也是因为高兴才激动的 所以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估计几分钟后 就该出来了 蔡伊藤蔡子 有些疑惑 小心地问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能让欧多桑 高兴地哭出来 叶晨故作 神秘地说道 别急 很快你就知道了 伊藤蔡蔡子 见叶晨不愿明说 便也只好点点头 与姑姑一起 跟随叶晨 一同回到了客厅 就在伊藤蔡蔡子 还在疑惑究竟 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一旁的苏若离 已经激动到手心 开始冒汗 他现在已经是五星舞者 感官的敏锐度 与以往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刚才预示 钟叶晨和伊藤雄艳的对话 他虽然无意偷听 但还是能听得清清楚楚 所以 他此刻已经知道 伊藤雄艳依靠叶晨 给的重塑单 已经重新重塑出了双腿 这让他心中无比激动 因为再过两个小时 他的妈妈乘坐的飞机 也将在纽约着陆 届时 妈妈也能像伊藤雄艳一样 断肢再生 重新变回一个正常人 几分钟后 伊藤雄艳换上叶晨 让人提前准备好的运动服 在管家的陪同下 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此时的伊藤雄艳 双眼与鼻子均是通红 整个人走路的节奏有些缓慢 甚至还有些僵硬 不过这倒不是因为 他的腿有什么问题 而是因为他激动的心情 此刻还没有丝毫平复 眼看伊藤雄艳出来 伊藤蔡蔡子慌忙起身上前 刚走几步 赫然发现了父亲的不寻常 首先是父亲没穿他之前的那身 文复语之裤 其次是父亲竟然换上了 一身短裤短袖的运动装 而更让他惊讶的是 父亲的甲脂也变了款式 之前的甲脂并非是完全拟生态的产品 毕竟甲脂在先进 也不可能完全模拟人体的形态 所以他的大腿膝盖以及小腿 用的全部都是钛合筋 来充当原本的骨骼部分 伊藤雄艳的甲脂算是非常精美考究的 他在大腿小腿部分 都使用了与人体肌肉 类似的仿生材料 以此来模拟出真实肌肉的轮廓 以及视觉效果 但这毕竟是甲脂 为了方便检修 以及不影响甲脂 几个组件的活动 他的膝关节 怀关节这两个关节部件 都是裸露在外的金属件 若是不穿裤子的话 一眼就能看到两条甲脂上的 四个钛合筋关节 可是伊藤蔡蔡子发现 父亲现在的两条甲脂 却做得无比真实 就连原本金属组件的关节处 也变成了类似人体肌肉一样的材质 根本看不出是假的 仿佛浑然天成一般 一旁的伊藤惠美也看出不同 激动地说道 欧尼将 这么逼真的甲脂 已经完全看不出任何甲脂的痕迹了 简直是能做到以假乱真 伊藤蔡蔡子也忍不住惊呼道 欧多桑 您的这副新甲脂 确实太逼真了 若是让陌生人看到 绝对猜不出这是假的 简直无可挑剔 无懈可击 这这么先进的甲脂 是叶陈军送给您的吗 伊藤雄艳看着女儿和妹妹 红着眼会心一笑 认真道 这双腿确实是叶先生送我的 说着 他无比认真的一字一句道 不过这不是什么甲脂 这 这就是 这就是我的双腿 长在我身上的真实的腿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437章 一切尽在不言中 伊藤雄艳的话 让伊藤惠美 以及伊藤蔡蔡子 听得目瞪口呆 固执二人相视一眼 均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伊藤雄艳见两人 瞠目结舌的样子 不由的原地 坐了几个高抬腿 男眼激动地说道 惠美 蔡蔡子 你们看 我没有跟你们开玩笑 这双腿真的不是假之 是我自己的 伊藤惠美 啥时间惊呼一声 那你 欧尼将 这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一旁愣住的伊藤蔡 蔡子忽然回过神来 快步冲到父亲跟前 激动无比地问道 欧多桑 我真的不是在 做梦吗 您的双腿 您的双腿 真的恢复了 伊藤雄艳双眼 再次勤满热泪 不住地点头道 这是真的蔡蔡子 欧多桑的腿 真的恢复如初了 伊藤蔡蔡子顿时欣喜若狂 他下意识地转过身 看着身后不远处的叶辰 哽咽道 叶辰君 是你治好了 欧多桑的腿 对吗 叶辰微笑 轻轻点了点头 伊藤蔡蔡子的眼泪 瞬间夺狂而出 这一刹那 他忽然双手拽着和服的衣摆 迈步向着叶辰狂奔 在快要跑到叶辰面前的时候 张开双臂一头 扑进了他的怀里 此时的蔡蔡子 已然没有任何语言 能够表述他对叶辰的感激之情 此时的他 只想用尽全身的力气 与叶辰紧紧拥抱 而叶辰感受着蔡蔡子那柔软 而又带着阵阵芳香的身躯 心中也不禁涌起爱怜 正如叶辰此前 跟伊藤雄雁说的那样 自己救他 全是为了蔡蔡子 为了看到蔡蔡子 如今这开心激动的模样 至于伊藤雄雁本身 不过就是 用来让伊藤蔡蔡子 开心的再提而已 伊藤蔡蔡子紧抱着叶辰 将脸埋在他的胸前 一句话都没有说 千言万语此时堵在喉咙 反倒让他说不出话来 他只想这么紧紧抱着叶辰 久一点 然后再久一点 扑在叶辰怀中的蔡蔡子 口中仿似自言自语一样 用蚊子般的声音 轻轻呢喃了一声 谢谢你 叶辰君 叶辰听到了 他细微的声音 没有说话 只是抬起手来 在他后背 轻轻拍打了几下 两人没有再说什么多余的话 似乎是约定好了一般 一切尽在不言中 苏若黎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心中羡慕的同时 也不禁感叹 叶先生与蔡蔡子小姐 实在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叶先生身边 有那么多对他倾心的女人 但没有一个能做到像蔡蔡子那样 与叶辰处处都显得那么般配 真是让人羡慕 心疼哥哥的伊藤惠美 此时也情不自禁地 轻轻抱住伊藤雄艳 一边流泪 一边哽咽道 欧尼将 自从你出世之后 我每天都盼着你能振作起来 如今我终于能如愿了 请你以后 一定不要再陷入之前 那种颓废的状态 拜托了 伊藤雄艳深知妹妹 对自己的关爱 连声说道 惠美你放心 欧尼将从今日起 便是天塌下来 也绝不会再自怨自艺了 我一定会振作起来的 这时 另一个浴室的房门打开 身穿同样运动服的田中号衣 颤抖着从里面走了出来 当他看到伊藤雄艳 他顿时泪如泉涌 带着几分嘶哑 激动地哽咽道 大人 您 你也恢复了 伊藤雄艳看着同样站起身 自己走出来的田中号衣 眼泪再一次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他立刻向着田中号衣伸出了手 同时也迈出腿 向着他走了过去 田中号一见词 更是伸出两只手 快跑两步迎上前来 主仆二人 激动万分地双手紧握 伊藤雄艳泪施满筋 欣慰无比地说道 田中 我伊藤雄艳能有今日 离不开你的守护 如今见你也恢复如初 我便真的无憾了 田中号衣更是抽气着说道 大人 看到您 重新站起来 对在下来说 比任何事都更重要 夜晨见主仆二人 惺惺相惜 心中感动的同时 也不禁开口 提醒道 两位断肢重塑 这对外界来说 还是有些惊世骇俗了 所以两位回到日本之后 一定要注意 不要在陌生人面前 暴露双腿重塑的细节 以免引发不必要的关注 伊藤雄艳不假思索地说道 一定一定 请叶先生放心 我绝不会让任何外人 看到我这双腿 田中号衣也表态道 在下也一样 请叶先生放心 叶晨点了点头 又道 你们若是不可避免 要出现在外界视线中 记住尽量穿长裤 长袜便是 若是外界质疑 便对外宣称 是选用了 量身定做的高科技甲值 并且经过了 专业的康复训练 两人立刻一口同声地 答应了下来 叶晨这时候 看了看时间 距离预定的晚宴时间 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左右 于是他便对两人说道 你们二位好不容易刚刚恢复 肯定迫不及待地 想出去走走转转吧 两人相识一眼 一时间也不敢接话 其实他们两个甚至恨不得出去 跑个半程马拉松 以此来抒发心中的激动之情 可是叶晨毕竟刚刚说过 让他们尽量不要暴露 他们自然不敢说出心里所想 叶晨自然也知道 两人心中在忌惮什么 于是便微笑着说道 这里是纽约 不是东京 而且天色也晚了 只要你们戴上口罩 我相信不会有人认出你们 说着 他指着客厅窗外 开口道 酒店对面就是纽约大名鼎鼎的中央公园 这里风景优美 环境静谧 很适合散步或者慢跑 依我看 不如我们都趁着开门到宴席开始的时间 一起出去转一转 在落地窗外的下方 是大片的绿荫与湖泊 那便是曼哈顿 占地数百公顷的中央公园 伊藤雄雁与田忠浩一听闻着话 自然是激动不已 伊藤雄雁几乎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 激动说道 叶先生这个提议实在是太好了 说着 他忽然想起什么 脱口道 叶先生 你之所以给我们准备运动服 应该就是想让我们出去走走转转吧 对 叶晨微微笑道 随即看着伊藤菜菜子 抱歉地说道 菜菜子 我没给你准备运动服 我是真没想到 你会穿和服过来 伊藤菜菜子 泯嘴一笑 不但穿了和服 而且还没带任何换洗衣物 一旁一直没说话的 苏若黎连忙开口道 伊藤小姐 我有些一次性的贴身内衣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给你 给你一套先应急 但是运动服 我就实在爱莫能助了 伊藤菜菜子感激一笑 说道 谢谢苏小姐 有内衣就够了 说着 他抬头 看向叶晨 红着脸问 叶晨君 如果我穿这身和你一起去散步 你会嫌弃我吗 叶晨微微一睁 旋即笑着说道 当然不会 伊藤菜菜子 羞难一笑 露出两只小小的虎牙 和两个浅浅的酒窝 随后对叶晨说道 既然这样 那我就穿这身和你一起去逛中央公园吧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438章 四种相间的画面 纽约中央公园 穿着一身运动短袖 短裤的伊藤雄艳和田中浩衣 戴着口罩在公园的步道上大步行走着 两人一开始还是散步的速度 可没走出几步 就不自觉的越走越快 最后就像是静走似的 将叶晨与蔡菜子丢在身后 身穿一袭和服的蔡菜子 没理会路人惊讶的目光 不紧不慢地走在叶晨身边 看着爸爸与田中的背影 笑着说道 叶晨君 欧多桑和田中桑好像在比赛呢 是吗 叶晨眼看两人越走越远 不禁乐道 难道是比谁走得快吗 应该是吧 一腾菜菜子 抿嘴一笑 开口道 你看欧多桑 马上就恨不得一步一跳了 说着 他原地试了几步 每次都是先迈出一条腿 然后顺势在迈出步子之后 微微跳起 于是就有了一步一跳的欢快节奏 叶晨看着他的身形 不禁调侃道 我们管这种走法叫蹦大 一腾菜菜子 回过身 一脸好奇地问叶晨 是蹦大不了多久了的那个蹦大吗 叶晨善笑道 是 但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儿不吉利 一腾菜菜子吐了吐舌头 灿烂一笑 说道 跟叶晨君在一起 每一次都有好运 不会不吉利的 说着 他问叶晨 对了叶晨君 你每次见到我都要各种帮我 或者帮我的家人解决问题 会不会感觉很烦啊 叶晨笑道 怎么会呢 为什么这么问 一腾菜菜子认真道 就是每次都需要你帮忙 而且还帮很大的忙 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叶晨看着他 笑着说道 不用不好意思 毕竟每次帮忙也都是 我主动找的你 一腾菜菜子愣了愣 随即奄然一笑 歪头道 好像还真是这样 你第一次救我 就是在京都的家里 那天还下着大雪 说着 一腾菜菜子停下脚步 抬头看着被微风吹拂的树叶 又回身看着叶晨 问他 叶晨君 我好看吗 叶晨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当然好看 一腾菜菜子又问 我穿这一身 在这种地方 会不会显得有些违和 叶晨想了想 笑道 违和倒是谈不上 不过多少有点混搭 一腾菜菜子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其实我一直以来 都极少会穿和服出门 有且仅有一种情况 才会穿着和服出来 叶晨好奇地问他 那具体是什么情况 一腾菜菜子 故作神秘地眨眼笑了笑 随后他岔开话题 一脸憧憬地说道 叶晨君 我曾幻想过四种 与你相见的画面 其中我最期待的 便是能在京都下雪的 夜里与你在雪中漫步 好在这个愿望 去年已经实现了 叶晨又问 那另外三种呢 另外三种 一腾菜菜子欣赏着 纽约夜晚的树木 感叹道 第二种是 能在红钱公园 樱花漫开的时候 穿着和服 与夜晨君一起 漫步在樱花树下 只可惜樱花开在三月 最迟四月 现在已经过去了 夜晨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了 神识鬼差地脱口道 不要紧 今年错过了 还有明年 说完他才意识到 自己说错了话 可是 这时候意识到错 也已经晚了 一腾菜菜子 听到夜晨的话 激动地回身 看向他 瞪大了眼睛 问道夜晨君 你明年真的愿意 陪我赏英吗 夜晨见他 表情无比期待 下意识点了点头 愿意 一腾菜菜子 顿时兴奋地 无以复加 满脸期待地说道 太好了 到时候我一定带你看看 全日本最好的樱花 夜晨见自己花 都已经放出去了 索性也不再迟疑 直接爽快地说道 另外两种 也说出来吧 明年争取 一并帮你实现了 真的 一腾菜菜子的表情 顿时幸福地 快要化掉 下意识 挽住夜晨的胳膊 柔声道 我还想与夜晨君 一起漫步在 盛夏的湘南海岸 在与夜晨君 一起欣赏 北海道秋天的红叶 夜晨不禁笑着问他 冬天的雪夜 春天的樱花 夏天的海边 还有秋天的红叶 对吗 对 一腾菜菜子 重重地点了点头 一双大眼睛 紧盯着夜晨 期待无比地问道 夜晨君 可以吗 夜晨问他 为什么都是日本的地方 樱花 大海和红叶 华夏也有的是 而且只要选对了时间和地点 未必比日本的景色差 我知道 一腾菜菜子 认真说道 我之所以会想到这些地方 并不是自大的认为樱花 海边 红叶 都只有日本的最好 只是京都的大雪 红钱的樱花 湘南的海边 还有北海道的红叶 都曾经给我留下 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我在相应的季节 去往这些地方 欣赏到这些景色的时候 我就在心里许过愿 希望将来能与我爱的人在一起 去重温这些景色 这就像是心里的 一个小小的愿望与执念 说着 一腾菜菜子又急忙说道 不过如果叶晨君 想带我在华夏欣赏这些美景 我也没有任何意见的 向叶晨表白过的女人很多 但一腾菜菜子的表白 却总能给叶晨一种 不一样的感觉 其他人的表白 让叶晨潜意识里想婉拒 亦或者想岔开话题 但一腾菜菜子的表白 却总让她内心深处 忍不住想要去回应 所以当一腾菜菜子说起 她曾许愿希望 能和心爱的人一起重温这些景色的时候 叶晨完全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 于是 她非常笃定地说道 不要紧 既然是你心中所想 那就都按照你想要的来 一腾菜菜子听到叶晨的回答 开心之余 眼眶也有些湿润 她用力挽着叶晨的胳膊 又道 对了叶晨君 刚才我说 我只有一种情况会穿和服出门 就是在樱花慢开的时候 穿和服出门赏鹰 明年春天 如果你来日本 我还穿这一身陪你赏鹰 叶晨点了点头 笑道 得事先声明一下 我到时候可不穿你们的传统服饰 一腾菜菜子 奄然一笑 说道 我明白的 如果我将来要嫁给一个华夏人 我也不会让我的夫君穿我们的传统服饰 传统这种事 只关乎自己就好 不要强求他人 说着 她忽然想起什么 又笑着说道 其实如果我将来嫁到华夏的话 那我更愿意穿着华夏的传统服饰出嫁 叶晨君 你觉得我穿华夏的龙凤卦或者绣盒 会好看吗 叶晨点点头 一定会很好看的 一腾菜菜子 想起什么 兴奋不已的脱口道 那这样吧叶晨君 明年春天 你来日本 我穿着绣盒 陪你赏鹰 上门龙序 叶公子 第2439章 新的思路 穿绣盒陪我赏鹰 叶晨听了蔡菜子的话 心中也不由憧憬起来 一席红色绣盒的蔡菜子 再搭配上漫天粉白色的樱花 那画面虽然没有看到 但想来也一定会美轮美奂 于是 她便对蔡菜子说道 既然这样 那明年春天 我一定要去一趟日本 一腾菜菜子 欣喜无比的说道 真的 那我们可说定了 明年春天 我在日本等你 两人达成约定 蔡菜子心情好到 无法用语言描述 她情不自禁的 挽着叶晨的胳膊 又主动与她食指紧扣 轻声在她身边说道 叶晨君 我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 今天原本就是 欧多桑的生日 没想到我还能来纽约跟你见面 更重要的是 欧多桑竟然恢复如初 这对她来说意义太重大了 说着 蔡菜子一脸抱怨地说道 你是不知道这个倔老头在家里的样子 每天都拉着一张脸 永远看不到她笑 而且经常唉声叹气 我太了解她了 她要强了一辈子 忽然沦落到连日常生活都需要人照顾的地步 内心的落差会非常大 大到常人难以想象 很可能这辈子都走不出来 是你赋予了欧多桑新生 如果不是你 她可能会一直消沉到离世的那一刻 说到这里 蔡菜子看向叶晨 同时用力攥紧她的手 极其认真地说道 叶晨君 谢谢你 谢谢你把那么珍贵的药给了欧多桑 之前回春丹一颗都能拍出千亿美元 这次你给欧多桑的丹药 若是拿来拍卖的话 恐怕价格不会比回春丹低吧 叶晨笑了笑 说道 丹药如果放在拍卖会上 自然能拍出一个很高的价格 但我将来大概率不会再搞单要拍卖会了 蔡菜子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啊 上一次的拍卖会不是很成功吗 叶晨感叹道 现在我眼中的世界和拍卖会使我眼中的世界 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说着叶晨继续道 拍卖会的时候 我觉得我在这世界上的竞争对手 无非就是包括我外公家在内的三个顶级家族 可是前段时间我才意识到 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还有一些我不了解 甚至一无所知的竞争对手 这些竞争对手的实力 可能比那几个顶尖家族还要强大得多 随后叶晨便将外公外婆前段时间的遭遇 简明恶药地告诉了伊藤蔡菜子 伊藤蔡菜子听完 整个人已经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忍不住感叹 叶晨君 几百年的家族 在我看来倒是不稀奇 虽说这几百年全世界都在发生着各种动乱 但日本胜在地理优势 所以本土基本上没遇到什么战火 所以在日本 几乎每一个人者家族都有几百年的历史 很多老品牌的历史跨度也很长 但说实话 我还从未听说哪个家族或者组织 能够在几百年的时间里 用这种近乎绝密的方式不断发展壮大的 说着 蔡菜子又道 叶晨君 你刚才说的那些死事 能被这个组织牢牢掌控几百年 而且几百年时间里 这些死事都没弄清楚组织的具体情况 甚至连自己平日里栖身在哪都不知道 这就要求这个组织对死事有着极强的掌控力 想达到这种掌控力 层级的差距一定要大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 说到这 蔡菜子表情凝重地说到 这些死事给我的感觉 就像是被人圈养在动物园里的猴子 除了按照圈养人的要求生存之外 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没有半点反抗的能力 可问题是 这些死事可不是猴子 而是活生生的人 这也就意味着 其背后的那个组织 其层级要比人高出许多 或许跟我们已经完全不在一个境界里了 叶晨点了点头 感慨不已的说道 我也是因为这件事 才有了一种井底之蛙的感觉 所以现在再回过头来看 回春丹的拍卖会 多少有些草率了 我本该将回春丹作为高度机密 不该把它拿出来 堂而皇之地进行拍卖 一藤蔡菜子沉思片刻 认真道 叶晨君在我一贯的认知里 实力强和名气大这两点 几乎是相辅相成的 这就好像把铸铁的茶壶 放在炭火上烧 火越旺 水的温度自然也就越高 在这个基本逻辑下 只要火足够旺 就能烧干茶壶里的水 甚至把茶壶融化 当我们看到茶壶被炉火融化 也不会觉得这件事情 超出了我们的认知 说到这里 一藤蔡菜子画风一转 又道 可是 这个神秘组织 现在却颠覆了这个基本逻辑 按照你的说法 它们的实力应该非常强 但是它们的知名度 却几乎为零 这就好像炉子里的火 明明已经烧得通红 可茶壶里的水 却依旧冰凉刺骨 这听起来 似乎有些匪夷所思 但也正是匪夷所思 才证明这个组织的实力 强的已经超出了 我的正常认知 叶辰点头探道 我和你有一样的想法 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 这个组织的实力 应该比我知道的 三大家族强得多 但具体强多少 依旧是个谜 一藤蔡菜子 忽然抬头看着叶辰 下意识地说道 叶辰君 其实 其实你在我眼里 也曾经是这样的存在 在我不了解你的时候 你的实力 强大到完全超出了 我的认知范围 但我当时 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你 我让人调查过 你的背景 发现你只是 金灵一个 小家族的上门女婿 这就更让我觉得 匪夷所思 若不是你主动 在我面前 展露出了实力 我可能这辈子 都猜不到 金灵一个小小的 本地家族里 竟然隐藏着一个 如此强大的 上门女婿 说到这 医藤蔡蔡子 问叶辰 叶辰君 当时我眼中的你 会不会就像是 现在你眼中的 那个神秘组织 他或许就藏在 某个你之前 根本关注不到的角落 在他们 没有展露实力之前 谁都不知道 他们到底有多强大 叶辰忽然挑了挑眉 他觉得蔡蔡子 说得很有道理 甚至给了自己 一个新的思路 自己一直想知道 那个神秘组织 究竟什么来头 但是如蔡蔡子所说 肯定也有很多人像 自己想弄清 那个神秘组织一样 想要弄清楚自己 究竟是什么来头 换句话说 这个神秘组织 很可能就像自己 七身萧家一样 用一个 毫不起眼的身份 藏身在某个 毫不起眼的角落 上门龙絮 叶公子 第2440章 隐藏任务 伊藤雄艳和田中浩仪 在中央公园 慢跑了将近半小时 还没有过足奔跑的引头 若不是到了 生日宴会开始的时间 两人怕是 能一口气跑到后半夜 回去的路上 伊藤雄艳开心无比 一边用手擦着汗 一边对田中浩仪说道 田中 刚才没跑过银 明天早晨 六点钟出来晨跑 我要绕着中央公园 跑三圈 田中浩仪立刻 毕恭毕敬地说道 遵命大人 伊藤蔡蔡子 忍不住提醒道 欧多桑 刚刚恢复 还是不要运动的 太剧烈了 伊藤雄艳摆摆手 认真道 按照叶先生的吩咐 回日本之后 我就不能这么随意地 外出跑步了 趁着美国 没什么人认识我 尽量多走走 多跑跑 回去之后 还是要装成一个 残疾人的样子 给大家看 伊藤蔡蔡子 听闻这话 理解得 轻轻点了点头 便没有再坚持 不过 伊藤蔡蔡子 忽然想起什么 一脸期待地 开口道 欧多桑 既然你喜欢这种 没人认识你的感觉 那我们不妨在纽约 多待一些日子吧 好啊 伊藤雄艳几乎不假思索地 答应下来 笑着说道 一回日本 就只能过 身居简出的生活 想象还真是 有些不甘心 若是能在美国 多过几天 自在日子倒也不错 伊藤蔡蔡子心中 也很是高兴 他其实更想多在纽约 留一些时日 毕竟 叶晨就在这里 自己留下 也能与他 多一些在一起的时间 于是 他便忍不住 问叶晨 叶晨君 你还要在纽约待多久 伊藤蔡蔡子的问题 让叶晨一时间 不知如何回应 其实 他要办的事情 基本上都已经办得 差不多了 他已经灭掉了 梅玉珍和他的 绝大多数同伙 以及他背后的 整个犯罪集团 而且 那个逃走的宗秋华 已经被万龙殿的人 严密监控 只要把他抓回来 丈母娘马兰 就能洗脱嫌疑 恢复自由 之所以没让万龙殿的人 立刻将宗秋华抓回来 也是因为叶晨 想要先把李亚林救活 再把伊藤雄雁 田中好仪 还有何英秀治好 现在 李亚林已经与家人团聚 伊藤雄雁 田中好一主仆二人 也已经活蹦乱跳 眼下唯独 还差何英秀一人 而一个多小时后 何英秀也将落地纽约 所以按理说 明天一早 叶晨就可以 让万龙殿的人 将宗秋华带到纽约来 只要这个女人归案 叶晨那个 有着贝德福德山 鬼剑仇之称的杖木娘 也就能出狱了 不过 见伊藤蔡菜子 有意在纽约待上几天 叶晨心中 也隐隐有些不舍 便开口道 我应该还会在纽约待两三天 等我把我杖木娘的事情办好 就要回普罗维登斯了 伊藤蔡菜子 点了点头 不假思索地说道 那我们就在纽约多住几天 等叶晨君离开纽约的时候 我们再回日本 好 叶晨爽快 答应下来 四人回到酒店时 一桌丰盛的宴席 已在叶晨的总统套房内备好 由于是伊藤雄艳的生日 叶晨也完全是 看在伊藤蔡菜子 才让人准备了这场宴席 所以就没有安排陈泽楷 洪武以及苏若黎三人入席 而且苏若黎的妈妈和英秀 在过一个多小时 即将落地纽约 此时她的心思 已然全在母亲身上 饭桌上 伊藤雄艳坐在叶晨的右手边 伊藤蔡菜子坐在了叶晨的左手边 伊藤惠梅宇田中号 伊则坐在对面 一共只有五个人 所以显得相对宽松许多 伊藤雄艳亲手 为叶晨和自己斟满酒杯 随后带着田中号一起身 对叶晨恭敬无比地说道 叶先生 请给我和田中一个机会 让我们两个敬您一杯 叶晨微微点了点头 端起酒杯 但然道 伊藤先生 这杯酒 就祝你五十岁 生日快乐 伊藤雄艳受宠若惊地说道 叶先生 您真是太客气了 这个生日 实在是在下这么多年来 过得最难忘的一次生日 一切都要感谢您的慷慨 说着 他有些惭愧地说道 叶先生 先前您一直让在下许愿 在下还有些不太情愿 如今看来 实在是在下 井底之蛙 还请您不要 跟在下一般见识 叶晨客气道 伊藤先生严重了 断职再生这种事情 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 你不在这件事上 抱希望也是正常反应 我能理解 所以你也不必介意 说着 叶晨指着酒杯 微笑道 客套的话 已经说过很多了 从现在开始 就让这场酒席 回归他原本的主题吧 生日快乐 伊藤先生 我先干为敬 伊藤雄艳看出 叶晨有意要让重塑丹的事情翻篇 于是便非常识趣地说道 谢谢叶先生的祝福 那在下也干了 与此同时 苏家的一架弯流公物机 正在美国上空高速飞行 飞机此时距离纽约 只剩下一个小时的航程 苏家的长子 也是苏之余 苏洛黎的父亲苏首道 在飞机里面的卧室内 睡了一路 临近目的地 苏首道才终于睡醒 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此时的何英秀 正坐在靠窗的位置 看着窗外发呆 苏首道 看着何英秀的侧脸 心里忍不住有了几分悸动 其实 何英秀是很漂亮的 常年习武让他 比一般同龄的女人 更显年轻 而且也让他的身材 保持得非常苗条 所以看起来也就三十岁出头的模样 只是 唯一遗憾的 便是他那空空如也的右侧衣袖 最近这段时间 与原配妻子杜海青离婚之后的苏首道 按照夜晨的要求 一直被何英秀软禁在金陵 不过虽说是软禁 但何英秀对他还是非常照顾的 在金陵 苏首道除了不能出门 其他的一切自由不受限制 而且何英秀也在生活上 将他照顾得无微不至 这也让苏首道的日子过得舒心了许多 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苏首道的日子都有些颠沛流离 他就像是老爷子苏成风的尿壶 被老爷子嫌弃地踢来踢去 好在是何英秀给了他一个安全 他是而又不乏温暖的落脚之处 让他最近感觉整个人踏实不少 虽说现在的苏首道 早没了苏家长子的风光与权力 但这种平淡又稳定的生活 还是给了他很大的慰藉 不过他与何英秀的关系 并没有因为这种软禁而更近一层 这段时间 苏首道很感动何英秀 对自己的贴心照顾 心中对他也难以避免地 重燃起了几分感情 而苏首道也曾找过几次机会 私底下隐晦地向何英秀表明心意 但让他无奈的是 何英秀每次都不给他正面回应 他以为是何英秀对自己比较失望 再加上两人距离当年的一时冲动过去多年 很可能何英秀对自己早没了感觉 但他不知道的 其实何英秀这辈子至始至终 也只爱过他一个人 并且一直到现在还都是如此 毕竟何英秀当年还在懵懂时期的时候 就开始跟在苏首道身边日夜保护他 感情早就已经根深蒂固 后来又独自将两人的女儿抚养长大 心中对他的感情在这么多年里也没有任何减少 只是何英秀在苏首道面前一直是非常自卑的 当年自卑是因为尊卑之分 而现在自卑则是因为自己肢体上的残缺 他觉得苏首道虽然现在不再如当年那般高高在上 意气风发 但好歹也还是苏家的长子 这样的男人 怎么可能跟一个断了一条胳膊的女人走到一起 所以即便这段时间 苏首道时常在感情方面有所表态 但何英秀始终不敢给予他任何正面回应 他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苏首道 等将来夜晨收回对他的软禁 他也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比自己更好 比自己更适合他的女人 自己当年怀了他的孩子 后来这事东窗事发 自己已经算是耽误了他一次 如今又怎么能耽误他第二次 可是他哪里能想得到 夜晨心中早已经给苏首道设定了一个谁都不知道的隐藏任务 苏首道能否解除软禁的关键 关键点就在他与苏首道 究竟能不能走到一起 受啊 �reu